第四部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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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車!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 我是許惟勝! 今天,我們來 review 非常原裝原質原位,兩年車領的CHR 我其實也是很辛苦,才找到這一輛 Toyota 小型 SUV review給大家看! 在我們馬來西亞 Toyota, 我們的CHR, 只有一款就是1.8升 NA自然吸氣,沒有渦輪的! 國外的可能有Hybrid, 也可能有渦輪了, 但是馬來西亞沒有啦! 這一個車市價是14萬4千 我們沙拉瓦比較貴啦, 14萬6千還是7千 沒有錯的話,有7億 運輪中、CVT, 棄圖速度 我你7速度而已啦! 140PS,然後170E 紐盾比例的扭力 2ZRFPE引擎 它是有3種模式,ECO mode Normal mode,還有SPORT mode 我不知道現在的CHR,它有沒有換掉面部位 不過這個前面,其實我覺得作敗的這個地方咯 我覺得就是不懂有差什麼東西啦, 感覺就是那個地方做敗 其實啊,你這樣子看不是? 哇,它車前面有拱出來的感覺 換上一個 Sport Limb,cord 的 Sport Limb, 可能這個要配上9階 不只把10階的 Limb, 可能整個看起來就更霸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賣得很好啦, 他們就是只賣一款 車燈啊,哇,你看它這個設計延伸到這邊 多大稿,如果你買後市的車燈, 就是這樣大稿,大大稿的盒 嚴重的奉嚴,不像X50只是這樣子罷了 這樣子看又感覺好像蠻合格的感覺 你懂嗎?可能我看過X50了啦 X50它的前面這邊,就是它稍微有蓋一點點下來 但是這個就沒有啦,就好像... Bot up 的感覺 它這個車是projector 的,有小小的LED在前面 Signal 燈是普通無數燈泡,小燈 前面它也是有感應器 一買原裝,就有給他們這個 Toyota 的 製造器 中間,後邊都有 單錄,17吋 21560,17吋 感覺比較陽春一點點 如果是17吋啦,Bot up 是給那種Law spec的 X50用的啦,17吋 前面有Signal 燈 也是Keyless 它的檢測叻,就真的是很簡單 就真的是... 一摸起來就是,哦~~ 這個是Toyota咯 它沒有其他的那種像Bot up 這樣啊 它有什麼開始車啊,開窗啊 它就是開關罷了 哇,沒有重量 就是輕輕的感覺啦 這個比較有重量 幼稚園的小朋友 嘿嘿嘿,媽媽媽媽媽媽,我要上車 咦?咦?門把咧? 不用上車,不用上車 不用回家了,我把你丟去 拉雞頭 媽媽,幫我開門 因為門把在上面 有沒有家庭的人啊,買這種車 小朋友,他開不到門 留言告訴我,ok? 我很想聽故事 不過,買這一輛車的那一家人啊 他們已經是長大了啦,已經是成年了 這一輛車是一個 Auntie,50多歲,開車去跳舞 然後去買菜,真的是買菜車來的 孩子都長大了啦 所以他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很奇怪,就你 好好的這輛車,你坐在這邊就好嘛 我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坐 因為他們要給人家遠遠看過去 哇,這個雙門跑車 藏起來,不要給人家看到 但是終究還是一個SUV 你可以坐到比較實用一點嗎? HRV也是這樣子 當年非常有爭議性的後面的車燈 是,我知道,很像那個車 為什麼要他的車尾燈要坐到像 Honda Civic那種 Siaz的燈呢? Johnny有跟我講 CHR Civic Honda Type R 他已經給你提示了嗎? 他們Toyota沒有承認啦 他就放這個車燈 應該是Toyota他們很喜歡 Civic 他們又不講,他們就拿他們的Copy 在那個Photoshop啊,設計的時候啊 配上來 哦! すごいですu! 哦! 本当に,本当に! 車尾,其實它的設計就叫騎型怪狀一點 尾翼翹起來一點點 它是另外一個模組來的 應該兩年前算蠻硬的啦 一個引擎,它後面是有Lower Arm那一種啦 嗯,是咯 它是獨立式的 它不是那種我們講比較便宜的扭力量啊 是嗎? Torsum Beam 操控性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啦 因為它是分開的嘛 Torsum Beam 是一條這樣子的東西 它這樣,它會影響嘛 不要講得太深奧啦吼 是原裝車,大家上網都可以看了啦 這個是我剛剛發現到的,它沒有自動車咯 所以你要用手拿上來 14萬的車,沒有自動車咯 我跟你們講吼 這個是Toyota啦 打開後面 它是給你一個18吋 14570 18吋的打壓 Spae Taya Yokohama的 有Spae Taya的車 才是王道 其實它後面小耶 我也沒有拿車來去量啦 但是我這樣子,視覺上看過去 的確是比Proton X50 小一點 小一點,你這樣坐進來你就知道了嗎? 這個車可以不可以賣香蕉 ok,這是我的坐姿啦吼 它的後座其實不大耶 真的不大哦! 它的鏡子很小片 皮膚延伸到上來這邊啦 讓我有一種沒有辦法呼吸的感覺 X50後面還有一個窗 這個就沒有 所以可見 這個小過X50 兩年的車了啦 有一點點關門 有一點點回應了 正常 我相信X50用久了 應該也是這樣子的 是咯,是有一點點回應了 這個是製造 下面它沒有東西 可以放,它沒有儲物格 下面沒有 它沒有好放下來一個 這個臺盤沒有 這個是平的啦 X50沒有平啦 哇,這個是完全平到丸 我就喜歡一躺下來是完全平到丸的 不是碎片 這個也不是碎片 黑色 這個樣子會比較耐看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來講 我不喜歡其他的顏色 是因為 那種太鮮豔的顏色 看久了 眼睛可能會比較疲勞一點啦 它這邊是比較舊款 那你看它是這樣子關的 關 開 真的是沒有很花俏 它這個黑啊 不懂鏡頭拍得到嗎? 看到嗎? 哦,有點像Metalic這樣子的 會閃閃發亮的 開 哦,跟Camry一樣哦 Bottom就是在這一邊給燈 這邊給燈 Driver side跟 Passenger side都有上面的燈 這邊它就給你放 杯子 然後它有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拉出來 它就可以給你放更深 如果你要放淺一點 它就給你這個壓下去 它是分開來的啦 黑色叻 也是閃閃發亮的啦 它裡面有這個煙頭 可以給你充電 這邊裡面 它有一個小小的升進去的格子 也是有USB 咦,這個煙頭 這個煙頭蠻大的咧 哦,它還有一個鏡頭哦 真的是會比較歷史一點 還有DVD 是哦! 還有DVD的啊! 開玩笑! 兩年前還開玩笑 所以你就看到這邊 你們應該很少會看到新車有這種暢機了啦 因為現在也很少人會有放CD的車 有放DVD的車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講賣錄歷史了 好像現在都是跑那種平板電腦的 所以這片就真的是 碎片 有一點舊款了啦 這個地方這樣小 不懂設計來做什麼 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啊,我也是很不喜歡 它這樣菱形的 很奇怪 就放一點點東西 不好 Blind Sport Monitor 7Aback Hill Start Exist 前輪和後輪停電腦 Tide Pressure Monitor它有哦! Double Wishbone Rear Suspension 哦,所以這個 這一輛車就是用TNGA底盤了 原來 它這個 它是控制 這邊 當然是拔進去比較好嘛 比較 Sporty 一點嘛 7L Aback 加灌了X50 然後我再加這個 你看它的這個是畫面 光面的 X50是比暗面的嘛 Teyota應該很少有圓圓的位置吧 我覺得 Gear Note 我就喜歡它圓圓一粒 Meter叻,就是比較傳統 這一種,它不是那種電子的 它中間有一個電子的給你看啦 但是那個 LCD叻,它顯示的東西內容真的是很有限 就真的是沒有很多高級的東西啦 14W,沒有自動跟車 沒有自動停車 它也沒有那種 Cushion 的功能 Pull Start啦 還是天窗啦 沒有 那種Land Exist 沒有 它沒有跟你控制你的車輪的 更不用講360鏡頭啦 兩年前應該這個還不是很流行 不懂現在CHR有沒有改版了啦 所以,蠻期待如果改版了 希望它把這些元素都加進去 不是電動的 不是電動的 其實沒有事啦 電動 只是給你多一點 Show off 好煉 啊,你看我都有電動 其實沒有電動 對我來講是沒有差的啦 其實這個有一個好處 有沒有看 看抖音那個 嚇!這樣子喝! 有人藏在後面,勒住你的脖子的話 把那個後面的嫌犯 壓死! 如果你電動 壓不死它啦 其實真的是才剛剛拿到這個車 它的 intake 是在前面 A2在後面 這個有減輪嗎? 沒有,沒有減輪 它們現在為什麼 intake 要坐在前面 好處就是它的A2比較短 A2如果在前面不是 它要坐很長的油門 然後油門繞過引擎的底部 現在我相信多數車 他們油門通常都是在後面的了啦 直接就沒有經過這個引擎的底下了 它這邊就沒有像Boston這樣子蓋到完啦 看到有一些鐵 它有一個塑膠 修到完 灰塵就沒有這樣容易從這邊 這個風進去 所有窗是自動上自動下 今天這輛車我就很簡單的去拍這個評論 Toyota 它做的東西啦 它就是要給你耐用 你看這些就是 hard plastic摟 14萬大車 不是很便宜的用油門 不是那種硬硬啦 而且還是有軟度的 但是,現在 有了 Proton X5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拿這個車跟X50很有 NapToy 就是··· Nordfield 因為我駕了X50啦,講真的! 讓我見識了很多 這個···給我感覺,它的車比較重耶! 然後它···哦! 右手打Signal,這個加0.5分 OK?這個才是符合我們右駕車 OK? 那左手打Signal,坐來中卧都不懂 我相信這個輪胎一方面,可能也已經··· 用了兩年沒有換了 感覺上輪胎傳來的那個聲音很大聲 不懂是隔音不好,還是這個輪胎不好了啦! 這個輪胎就是··· Toyota 滑滑亮亮的,這個冷氣 它這邊是可以給你調兩邊的那個 溫度的啦! 就是很軟的感覺哦! 140pna,就是應該都是這樣子了吧··· 它···比較特別,剛才是我有調到 它中控台這個小小的LCD裡面啊 它有一個G monitor哦! 給你跑車用的啊!這個G monitor 玩玩啊!你以為··· 這個bottom都沒有的啊! 然後,講真的啦!如果你駕了··· 駕了X50再駕回來啦! 有比較了啦! 看到這個meter就覺得··· 應該就沒有這樣容易壞吧··· 這種指針的那種轉速表啊,時速表啊··· 還是可以給你看到你所要知道的資訊啦! 沒有大問題,只是說··· 這種指針的就outdate一點罷了! 如果你講··· 我拍底盤的影片 它是double wishbone哦!後面哦! 這是proton沒有的啦! 但是我這樣子,現在我駕起來 感覺它···就是普通的一輛車 沒有什麼讓你驚訝的那種點啊! 印象剛才,我有稍微聽它的radio那一些啦! 哦!是還可以接受得到的! 沒有很爛! EMGA底盤啊! 開玩笑啊! double wishbone啊! 當然它這個那種,普通那種防滑系統啊··· VSC啊,那些它本身也是還有的啦! 唉···就是產在它用這個CVT 就舒服啦! 你要講它,拿來跑車CVT真的是··· 不能夠! 誒!進來讓我不耐,就是它這麼這邊··· 它要做到plastic哦! 唉··· 然後它車後面也比較小哦! 可能一個人用是可以啦! 但是,真的是小!真的是小! 它後面的椅子,我也喜歡啊!躺平! 但是躺平了我覺得··· 它還是··· 小! 我相信,現在CHR它也沒有用這種暢機了啦! 因為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很旧款的了! 可以放DVD的! 好吧,簡單的試駕給我的感想就··· 真的它就是··· 沒有給你很大的驚喜! 就是一個Toyota的車! 然後,踩油的Respont慢哦! CVT! 踩油的Respont真的慢! 今天,我當然也會試這個車的時間,到底是多少啦! 那現在給我準備一下,CHR研制原位原裝! 我猜··· 應該是··· 18秒! 18秒,19秒! 200m 300m 超過100m 18.59 OK了! 可以啦!可以接受得到啦! 這樣,我的VIO才快過··· 我的VIO才快過它!開玩笑! 超過100m 100m 風聲也是! 風聲就在這邊! One more! 它的Sport mode在哪裡吼? 它的Sport mode在哪裡吼? 我真的不懂它的Sport mode在哪裡! 沒有好調Sport mode的! 誒?有我的Driving mode! OK Sport mode,看到嗎? OK啊! 它不會動的! 它不會動的! 哇,可以感覺到還有換牙! 好像自動車這樣! 300m 超過100m 1886 去到尾是125.26 Sport mode沒有查! 超過100M 加起來它的Respon 平時你再補油 那個Respon是比較夠力的啦! 然後也可以聽到 引擎聲也比較大聲 轉速也比較高 今天這一集 QCCS, 帶你們看CHR 看完了,我是覺得沒有任何的驚喜 很普通的一輛車,如果我會買叻 就是完全因為它的底盤, 還有它後面椅子可以放倒 其他理由,比較多壞的理由讓我不去買它 因為它沒有力,又是CVT 然後再加上它後面的空間,真的是很小 我覺得小過我的Vios啦 80%我應該不會買這輛車啦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QCCS 點個贊,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我是許惟勝 打開小鈴鐺,不會錯過我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見! CVT 謝謝你們把影片看完! 現在我又有送出叮叮! 我以前的周邊產品 T恤,這個也是沒有賣了的啦! 只要你們回答我這個問題 中的第一位,是在YouTube底下留言的第一位 我會把你拼起來 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叫Johnny是Hole Live Tuner嗎? H-O-L-E 回答的正確的那一位,我就把你的留言拼在我的YouTube上面 只限馬來西亞罷了啦! 因為外國的抱歉啦,我記不出! 我也不懂為什麼! 所以你們趕快回答,回答的正確的那一個我會送出唯一一件XL 這是XL黑衣服,然後它是金色的這個紙,然後銀色的這一個手排 掰掰!